雨霞雨霞告诉你家大事 怎么事啊梅姐 你家灰灰是不是没在家 对啊她去工地上班去了 她不是在工地啊 想不到你家灰灰是这样的人 梅姐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过来来我给你看个东西 你看我怕你不相信 我还特意录了这个视频 你看这女的难怪灰灰会出去鬼混 长得这么好看那身材是真的好啊 不可能肯定是有什么误会 我家灰灰不是这样的人 不信就算了反正我是好心跟你讲 你看这女的难怪会出去鬼混 这就怎么样 喂灰灰你在干嘛 我在工地干活啊我能干嘛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 没有啊我能有什么事瞒着你啊 你确定没有吗 灰灰 哎呀行了行了回头再说就这样 喂 衣服装好了给你 那谢谢了 我们这帮老同学啊 算你混得最差的一个 如果当初你选择了我 就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了 李嘉宇霞我又不是没见过 既没有我身材好看 也没有我漂亮 整天窝在家里也不出去打工 你不懂他也不容易啊 每天在家里照顾人大的 又要照顾老的 还是媳妇做饭干家务 所以他也没时间打扮自己啊 他天天为了这个家操劳 他的付出别人看不见 但是我懂 钱已经转给你了 对啦 他没结婚之前比你漂亮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